神秘岛 作者凡尔纳 改写王洪涛 第一章 落难荒岛 我们又在上升吗?不 我们在下降 史密斯先生是在坠落 天哪 快把所有的重东西都扔掉 最后一袋都扔下去了 我好像听到海浪的声音了 吊栏下面就是大海 离我们顶多500英尺 这是1865年3月23日下午 从浩渺的太平洋上空发出的喊声 那年春分浅后 从东北方刮来一场恐怖的大风暴 从3月18日一直刮到26日 风暴经过的地方 城市被毁 树木被连根拔起 地岸被巨浪冲垮 几千人丧命 与此同时 在太平洋上空正在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惨剧 一只大气球被卷进了一股气流的漩涡中 不停地在空中快速旋转 气球的下面挂着一只吊栏 随着气球剧烈地摆动着 吊栏里有五个人 由于水雾弥漫 很难看清他们的模样 这只气球来自遥远的地方 在里面的人已经迷失方向 根本搞不清自己的飞行路线 气球在暴风雨中快速下坠 在接近海面的时候 他们紧急扔掉了枪支 弹药和食物 这才使得气球又上升到四千五百英尺的高空 紧张的黑夜总算过去 白天来临 暴风也渐渐缓和下来 几小时之后 暴风慢慢地变成大风 大气流动的速度减弱了一半 十一点钟左右 暴风慢慢消失 但气球却又渐渐下降 似乎还在缩小 由球形变成了椭圆形 中午 它里海面只有两千英尺了 乘客们只好把剩下的一些东西 少量的食物和其他物品都扔了出去 这只气球能容纳五万立方英尺的气体 这么大的容器量 能使它在空中停留一阵子 但是 由于气球漏气 它不可能继续长时间在空中飞行 乘客们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了 一切努力毫无用处 气球的下降速度在加快 午后一点钟 它离海面已经不到六百英尺了 两点左右 气球表面开了一个口子 离海面只有四百英尺了 这时 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从声音就知道 说话的人一点也不慌张 还有什么可扔的吗 没有了 有 吊篮 我们抓住网锁 把吊篮丢到海里去 的确 这是最后一招了 绳索被割断了 吊篮吊了下去 气球又上升了两千英尺 五位乘客爬上气球网 紧紧抓住网锁 注视着下面的汪洋大海 但是 气体仍然不断地从口子向外跑 补也没法补 没过一会儿 气球又开始下降了 这些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只能听天由命了 四点钟 气球里海面只剩五百英尺了 这时 突然听到一声响亮的狗叫 原来 乘客们还带着一只狗 他紧紧地靠着主人攀在网锁上 托普肯定瞧见了什么 一个人大声说 接着又有人喊道 陆地 陆地 原来 气球随着大风飘行了几百英里 前面出现了一片高高的陆地 他们已经清楚地看见了陆地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到达那里 无论那是什么地方 不管那里有没有人 半小时后 他们离陆地只有一英里了 但是 气球只有上层还剩下一些气体 不久 他们半个身子都进入海里了 他们已经到了离陆地不远的地方 突然 一个巨浪打过来 气球一下子又升了起来 一直升到一千五百英尺的上空 然后慢慢往下降 两分钟以后 他降落在一个沙滩上 乘客们互相帮忙 解开绳索 从亡眼里拖出身来 空空的气球被风一吹 像一只大鸟一样消失在空中了 吊栏里本来有五个人 一只狗 可是在着陆的时候 却只剩下四个人了 失踪的一个人和狗 一定是被海浪卷到海里了 其余四个人发觉少了一个伙伴 七神喊道 我们要救他 一定要救他 这几个被大风抛到海岸上的人 可不是什么气球飞行员 也不是飞行爱好者 而是一群逃跑的战俘 他们逃脱的经过是这样的 1865年2月 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格兰特将军率领北方军队围攻李士满 几次都没有成功 他手下的几名军官反而落到敌人的手里 被囚禁在城中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联邦参谋部的塞勒斯·史密斯上位 他是马萨诸塞州人 一位学识渊博的工程师 在战争期间 他负责管理重要的铁路 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方人 大约45岁 瘦骨临寻 短头发和小胡子都已经灰白了 他是心灵手巧的工程师 也是很有思想的活动家 他热情乐观 什么事都难不倒他 再紧要关头 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塞勒斯·史密斯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各场战役 勇猛善战 深得格兰特将军的赏识 但不幸的是 史密斯在李士满战场上受伤被俘 和史密斯一同被俘的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 就是纽约先去报的通讯记者吉丁·史佩莱 他是北军的战地记者 吉丁·史佩莱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 他是一流的记者 精明强干 反应敏捷 不怕劳苦 也不怕危险 什么困难也不能使他退缩 他参加过南北战争中的各次战役 每次都在最前方 一手拿枪 一手拿笔 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很简洁明确 一语重地 吉丁·史佩莱身材高大 四十多岁 脸上长着淡红色的胡子 眼光坚定活泼 善于观察一切事物 他体格健壮 能够经受风吹雨打 就像一根折不断的钢筋 史密斯被押送到李士满以后 认识了史佩莱 两人一见面就建立了友谊 不久以后 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逃回格兰特的军中 为了联邦统一并肩战斗 他们虽然能够自由地在市镇里溜达 但李士满戒备严密 逃脱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关押期间 史密斯遇到了一个从前的仆人 他是一个对史密斯很忠诚的黑人 他的父母都是奴隶 史密斯极度反对奴隶制 因此早就给他自由了 这个黑人虽然自由了 可还是不愿意离开主人 他大约三十岁 健壮 活泼 聪明 温顺 有时还有点天真 他的名字叫纳布查德纳索 但他习惯了别人简称他为纳布 纳布听说主人为父后 毫不犹豫地离开马萨诸塞 赶到李士满 凭着他的机制冒着生命危险 终于潜入城里 史密斯和纳布在此见面 真是难以形容的高兴 当然 纳布虽然能够进城 但想再溜出去就很难了 除非碰到特别的机会 围困还在继续着 李士满被北军包围后 李士满的总督很想和远方的南军取得联系 一个叫福斯特的人 建议利用氢气球飞过包围线 到达其他南军的兵营 总督批准了这个计划 一只氢气球很快造成了专攻福斯特使用 总督还给他派了五个助手 配备了武器和干粮 氢气球原定在3月18日起航 但是因为遇到大风暴 过了两天还没敢起飞 二十日早上 暴风更加猛烈 氢气球起航更不可能了 那天 工程师史密斯走在大街上 被一个陌生人喊住了 这是一名水手 叫潘克洛夫 年纪大约三四十岁 体格健壮 皮肤幽黑 眼睛炯炯发光 非常英俊 潘克洛夫是美国的北方人 参加过各种探险 他是一个勇猛的家伙 什么也吓不到他 他带着一个男孩 名叫赫伯特 是从前一个船长的孤儿 才十五岁 潘克洛夫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李士满被围住以后 潘克洛夫想尽法子要逃出去 他听说过史密斯的大名 而且断定这个人也很苦闷 因此 这一天 他毫不犹豫地向工程师招呼说 史密斯先生 您在李士满带够了吗 史密斯呆呆地看着他 对方又低声说 先生 你想过逃跑吗 什么时候 工程师连忙问 他确信对方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是谁 工程师又问 潘克洛夫自我介绍了一下 那么 史密斯说 你有什么法子逃跑呢 用那只气球 水手的话还没有说完 工程师就明白了 他抓住潘克洛夫的手 把他拉到自己的住处 在那里 潘克洛夫说出了他的计划 史密斯一言不发 倾听着水手的讲话 机会终于来了 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但也非常危险 我不止一个人 史密斯最后说 你们还有几个人 水手问 两个人 我的朋友史佩莱和我的仆人纳布 那就是三个人 潘克洛夫说 加上赫伯特和我一共五个人 气球能载六个人 那好 我们就按你说的做吧 史密斯坚定的说 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集合 史佩莱听到这个计划 表示完全赞同 纳布更是听从主人的主意 夜晚降临了 天上下着雨和雪 天气寒冷 狂风怒吼 城市的街道上不见人影 九点半钟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来到广场 广场上一片漆黑 连青气球也看不见了 史密斯 史佩莱 纳布和赫伯特一言不发 摸索着爬进吊栏里坐了下来 潘克洛夫按照工程师的命令 把绳索解开 几分钟后 水手也坐进了吊栏 最后 只剩一根绳索系住气球了 就在这时 突然一只狗跳进了吊栏 原来是史密斯的爱犬托普 工程师怕多了托普会增加气球的负担 想把他赶走 可怜的狗就带上他吧 潘克洛夫说着 解开了最后一根绳索 气球升了起来 很快就消失得无涌无踪 后来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了 五天以后 也就是3月24日 四个人被抛弃在荒凉的海岸上 一个人失踪了 这个失踪的人就是他们的头 工程师史密斯 四个人着陆后 连忙赶到海滩上去 打算救他 可怜的纳布一想到世界上最爱的人 可能已经丧命 不禁痛哭流涕 纳布伤心地喊道 我们赶快找他吧 赶快找他 对 纳布 施佩莱说 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他会游泳吗 潘克洛夫问 会的 还有托普在他身边呢 这时候 将近六点钟了 他们走在寸草不生的沙堤上 地面坎坷不平 不时有许多海鸟飞过 这些人边走边喊工程师的名字 找遍了海滩的每一个角落 走了二十分钟以后 四个人来到一个海角的尽头 他们对着大海七声大喊 但是没有响应 他们沿着海角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英里 到了一个高耸的地带 遍地都是礁石 又被海水挡住了去路 潘克洛夫说 我们是在一个小岛上 我们从他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 没错 他们落下来的地方不是大陆 而是一个小岛 它全长不到两英里 宽度就更短了 因为四周是海 他们已经无法离开这个小岛了 他们怀着希望 沿着小岛岸边来回奔走 继续寻找工程师 可是无论怎么喊都听不到一点回声 午夜的时候 天空晴朗 满天星斗 如果工程师在这里 他会知道这不是北半球的星空 因为在这里看不见北极星 南石自作在夜空闪烁着 黑夜过去 三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来了 太阳慢慢升起 驱散了笼罩海岛的烟雾 不久 小岛好像从云里钻出来似的 整个陷了出来 大海也显现出来了 它在东面一直向远处延伸 可是 西面却被一处高地挡住了 是的 那里有陆地 小岛和对岸之间 有一条半英里宽的海峡 水流湍急 纳布急于寻找主任 毫不迟疑地跳进了海峡 向对岸游去 别人根本拦不住它 纳布和激流激烈地搏斗着 游了半个多钟头 终于到了对岸 他上岸后 抖了一下身子 把腿就跑 一会儿就消失在一块岩石后面了 纳布的伙伴们在小岛上 焦急地等待着 一面在沙滩上 捡了些贝壳动物来吃 小岛对岸的海滩 散布着很多黑石头 在右边的丘陵 有一大片望不到边的树林 在西北方很远的地方 有一座顶部积雪的高山 这块陆地究竟是一个孤岛 还是与大陆相连 现在还很难说 不过 地上那些奇怪的黑石头 很显然是火山爆发形成的 史佩莱 潘克洛夫 和赫伯特仔细地观察这片土地 想到 也许他们要在这里生活好几年 赫伯特问 潘克洛夫 你觉得怎么样 任何事情总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叙手回答 现在正在退潮 三个钟头之后 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只要一到对岸 就可能找到史密斯 三个钟头过后 海峡果然大部分都露出了沙滩 小岛和对岸之间 只留下一条很窄的水道 史佩莱和伙伴们脱掉衣服 卷起来顶在头上 跨近不到五英尺深的海水 顺利地游到了对岸 记者急着去找工程师和纳布 就叫水手在原地等待 而后 他顺着纳布经过的方向 登上峭壁 绕过拐角 马上不见了 赫伯特想跟着记者一起去 水手阻止他说 别走 孩子 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要找一个过夜的地方 再弄点比贝壳肉好吃的东西 等朋友们回来后吃 那么我们动手吧 赫伯特说 好 水手说 干吧 我们先找个住的地方 生火做饭 森林里有干树枝 鸟窝里有蛋 赫伯特说 我们去找个山洞 水手说 走吧 孩子 潘克洛夫在上岸时 看到远处有一个小山口 他认为 那可能是一条河的出口 他们正需要在一条淡水河旁安身 就朝那边走了过去 无数的海鸥在峭壁上盘旋着 看见人一点也不害怕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走了几步 忽然碰到一堆长马海藻的乱石 在这些岩石和海藻中间 到处是蛤蜊类软体动物 是一倍吗 水手喊道 这可以代替难吃的鸟蛋了 不是一倍 赫伯特仔细观察岩石上的软体动物 是瓷蟹 能吃吗 潘克洛夫问道 能吃 好吃极了 那我们就吃一些瓷蟹吧 水手很信任赫伯特 因为赫伯特精通博物学 这些瓷蟹长有椭圆形的贝壳 成群的附在岩石上 纹丝不动 它们属于穿孔类软体动物 能在坚硬的岩石中挖洞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 饱餐了一对瓷蟹 瓷蟹的味道很辣 不加调料也非常可口 它们吃饱后又捡了许多瓷蟹 装在衣袋和手帕里 它们又走到小山口 这里的石壁 似乎是被地震震裂的 石壁底下是一股小溪 水流得非常急 一直流向远处的一片矮树林 这有水 那有木柴 潘克洛夫说 赫伯特 现在我们就却住的地方了 幸好 在河口高出水面的地方 有一大堆地震形成的岩石堆 中间有很多石窟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钻进岩石堆 因为有阳光从石缝照进来 里面光线并不暗 不过 随着阳光 外面的风和寒气也透进来 但是 水手认为 只要用砂石把一些石缝堵住 就可以在石洞里安身了 孩子 水手说 我们动手吧 首先去弄些树枝来 堵住这些石缝 不然 风吹进来就好像鬼叫一样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离开石窟 来到河流的拐角处 那里有一片美丽的森林 年轻的博物学家认得 那发散出一股清香的是喜马拉雅山 在山树中间 还夹杂着葱树 它们向四周伸展着散型树枝 孩子 潘克洛夫说 虽然我不知道树的名字 但我们眼前最需要的就是弄点树枝当柴烧 我们可以多捡点 赫伯特一面回答 一面就动手从地上捡起枯落的树枝来 这里满地都是枯枝 而且很干 烧起来一定很快 孩子 水手又说 我们得想个法子多搬运一些木柴 要是有一辆大车就好了 我们有核呀 赫伯特说 对 潘克洛夫说 我们可以做个木筏 等退潮的时候 就可以顺着河流 把燃料运到石枯去 现在 我们先把木筏做好吧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找了几根粗木头 用爬藤绑在一起 造成了一只木筏 它们把捡的木柴堆在上面 一个钟头后工作就完成了 只等着退潮 离退潮还有几个小时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把木筏记好 决定爬上高地 看一看更远的景物 它们登上一座小山 向四周望去 脚下的陆地像是一个很长的半岛 这片陆地看起来很肥沃 风景优美 物产丰富 这个岛真够大的 赫伯特说 后来 它们走到一片花岗石石堆钱 在一些洞穴里找到很多野鸽子蛋 两人捡了好几搭 包在手帕里 等回到河边已经是午后一点了 海潮已经回头 潘克洛夫用杆爬腾拧了一条长绳子 把它绑在木筏后部 用手牵着另一端 赫伯特用一根长杆子推着木筏在水上流 这件工作非常成功 大批的木柴随着水流飘去了 不到两点钟 他们就把木柴运到了石窟 潘克洛夫把杆柴从木筏上卸下后 就用些沙土 石头 树枝和烂泥 封住了洞窟迎风的洞口 在旁边留了个通风口 又把洞窟分成了三四个房间 洞里光线黑暗 但很干燥 中间的房间还能站直身子 他们又在地上铺了一层细纱 一切都不止妥当了 现在 潘克洛夫说 我们的朋友可以回来了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安身了 他们在通风口下面铺了好几块石板 作为生火做饭的炉子 在旁边摆了些木柴 水手正忙活着 突然 赫伯特说还没有火柴 潘克洛夫一想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他本来是随身带着火柴的 可是 经过几天的历险后 火柴都丢了 他们只好等待纳布和记者回来后 才能做饭了 水手和赫伯特又捡了些隔离 然后 默默地回到了石库 大约六点钟 太阳落山的时候 纳布和史佩莱回来了 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史密斯 纳布喃喃地说 他不可能死的 什么灾难他都能逃脱的 纳布 赫伯特对他说 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现在你饿了 吃点东西吧 他抓了几把蛤蜊 递给可怜的黑人 纳布已经饿了好几个小时 但什么也吃不下 史佩莱狼吞虎咽地吃了些蛤蜊肉 然后倒头睡在岩石脚下的沙土上 赫伯特走过去握着他的手 说 先生 我们找到一个住处 走 去休息吧 明天我们再接着找 记者站起来 跟着大家像石窟走去 路上 汤克洛夫非常自然地问他 身上有没有火柴 记者摸摸口袋 什么也没找到 纳布也没有 四个遇难的人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互相不安地看着 赫伯特又说 史佩莱先生 你是抽烟的 身上总会带着火柴 再仔细找找吧 记者又把所有的口袋搜寻了一遍 终于在背心的里层 摸到一根小木棍 潘克洛夫大喜过望 他从背心外面捏着它 但是拿不出来 让我试试好吗 孩子说 于是他灵巧地把小木棒拿了出来 这根小木棒正是火柴 他本身一文不值 但是现在实在是太宝贵了 哈哈 潘克洛夫欢呼道 有一根火柴就跟有一只船一样 他拿着火柴 领着同伴往洞里走去 史佩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交给潘克洛夫当营火纸 潘克洛夫接过纸 架起柴堆 在下面垫了一些枯草和树叶 他又把纸卷成了一个圆筒 把纸筒插在枯草里 然后他捡了一块小石头 擦了擦 轻轻地在石头上划火柴 划了一下没有划招 哦 我干不了这活 他说 我的手指发抖 火柴划不着 于是他站起来 要赫伯特替他干 孩子也非常紧张 但没有犹豫 拿起火柴就划 吃的一声 火柴燃起一朵小火苗 赫伯特转了下火柴 然后把它放在纸筒里 几秒钟后 纸筒和枯草都点着了 水手趴在地上使劲吹气 一分钟后 干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堆烈火在黑暗中燃烧起来了 真是谢天谢地 潘克洛夫站起身来喊道 我从来没这样紧张过 石板成了一个很好用的火炉 过不多久 石窟里就变得温暖舒适了 它们有大量的木柴 可以随时补充新的燃料 还能够一致保留红木炭作为火种 赫伯特拿来两打蛋 潘克洛夫把蛋焖在火灰里 五六分钟后 饭就做好了 大家吃到了上岸后的第一顿美味 这时 他们都在想 要是史密斯在该多好啊 他们的领袖 最博学的史密斯 竟然失踪了 3月25日就这样过去了 夜晚 四个人在洞里睡了一夜 3月26日的清晨 吃过疙瘩和磁蟹后 纳布沿着海岸向北走去 到了史密斯失踪的地方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一起到森林里去打猎 记者留在家里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在森林里忙了大半天 打了一串锦机 三只松机 见天色已晚 他们就顺着河流往回走 将近六点钟的时候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终于回到了石窟 这时 史佩莱正站在海边 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大海 风很大 天也变冷了 暴风雨即将来临 赫伯特进了石窟 潘克洛夫向记者走去 好奇地问他在看什么 史佩莱转过身 说 我在想 史密斯失踪的地方 里岸顶多有四百米 假如说他死了 狗也淹死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尸体 被冲到岸上来呢 我总觉得史密斯和托普还没有死 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 潘克洛夫回答道 可是 我肯定史密斯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说完 他就走回石窟开始做饭了 他把两只松机拔了毛 穿在小棍子上 在火上烤了起来 晚上七点钟了 纳布还没有回来 潘克洛夫非常不安 赫伯特认为 纳布可能发现了新的线索 因此才继续寻找 记者表示同意赫伯特的看法 天气很快变了 狂风吹过海滨 澎湃的海水冲击着礁石 倾盆大雨发出哗哗的巨响 晚上八点钟 纳布还没有回来 他一定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第二天再回来 现在要想把他找回来 是不可能的 外面的风雨越来越大 幸亏石窟很牢固 不必担心风雨的咆哮 晚餐吃的是野味 松鸡肉非常鲜美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晚饭后 大家各自睡到角落里 水手和赫伯特很快就睡着了 只有使佩莱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纳布 大约在第二天早上两点钟 潘克洛夫突然被推醒了 怎么回事 他醒过来喊道 记者俯着身子说 听潘克洛夫 狗叫的声音 潘克洛夫仔细听了一会儿 果然听见风雨中 好像有狗叫的声音 是托普 赫伯特一醒来就喊 三个人一起向洞口冲去 他们四处张望了一下 夜色昏暗 一丝亮光也不见 他们浑身都被雨打湿了 忽然又听见了狗叫声 一定是托普 水手回到石窟 拿了一把点着的干柴跑出来 同时吹起了尖利的口哨 不久 一只狗跑进过道里 果然是托普 一条漂亮的央格鲁诺尔曼 杂种猎狗 但纳布和他的主人 都没有和他在一起 赫伯特把他拉到自己的身旁 拍着他的头 托普发出短促的叫声 似乎要大家跟着他走 于是 三个人随着狗向外冲去 这时候雨不太大 但大风非常猛烈 潮水在狂风的推动下 气势汹汹的撞击着礁石 他们跑得很快 托普跑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六点钟的时候 天亮了 他们来到一片沙丘中 这儿有许多山石 周围像是沙漠 看不到任何生物 五分钟后 他们到了一座很高的沙丘 沙丘背后有一个洞 托普停在洞口 响亮地叫起来 石佩莱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 向洞里走去 洞里有一个人直着身子 躺在草铺的床上 纳布跪在旁边 躺着的那个人 正是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